各位大家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这两天NFT非常的疯狂 我早在推荐的chubbies的时候是差不多0.08 我们所有群里面的小伙伴 当我发现的时候也就0.08了 群里所有的小伙伴几乎都是在0.08这边买了一些chubbies 没想到过去大概一天多 现在已经涨到一个ETH了 9955个了 那就马上几乎就要卖光了 马上几乎就要卖光了 可以看到这是我买的 我差不多买了20个 成本大概是两个ETH吧 现在已经有人给我offer了这个一个ETH 就这个卖掉基本上就回了一半的本 还有一些还可以继续卖 但我说实话 我这个不太懂怎么玩 这个是好还是坏 其实我也不太懂 我们付费群里面有些年轻的小伙伴玩得非常的6 玩得比我6 如果你们懂的话可以到时候交一下我留个言 留个言交一下我确实不太懂 这个算是好还是坏呢 这个人offer了一个ETH 有三天的时间我是应该拒绝呢还是卖掉呢 对不对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 看吧 然后这个视频还有一个就是教你们怎么在openc里面做买卖 当你买完之后你会他会让你把钱包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之后你去myprofile 就点右上角点myprofile 这个好像又没有中文的对吧全英文 然后你看这是我手上所有的nft 今天早上抢狗我也抢了几个狗 然后这些狗又暴涨了 我也是无语 这个狗是这个叫做cryptocogies 我们先讲一下这个狗吧 我买的时候大概是1000个 1000左右 然后我们群里面有几个大佬也去抢了 这个狗就是它的等级越高 那你未来就越值钱 但现在我买的时候大概是0.1 不到ETH 但抢了半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涨到0.2202个ETH 那涨了一倍了 但现在明显那种3甚至5都没有人抢 真的没有人抢 就不知道 对连7都没人抢 大家都看不上眼 连7都没有抢 这是它的等级 有7个属性有6个属性 因为现在太贵了有2000多个 但是看看 会不会后面有人会不会来FOMO 反正我也买我没买几个买3个玩一下 两个6一个5 早上是抢的非常疯狂 因为早上价格低 还买了一个 这个什么 Mandala tokens 这个Mandala tokens有点像盘的味道 也是越到后面越贵 贵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给烧掉 烧掉之后你可以拿回95%的本金 如果到一个ETH你把它烧掉 你就会获得0.95个ETH 就这个意思 就是买的越早的人越划算 这个我也花0.2个ETH 反正就玩一下 大家千万不要太疯狂 现在我觉得NFT到处都是NFT 当然了你也可以放着 说不定三年之后这些都是天价NFT NFT也很难说 这个Chubbies还是蛮有意思的 你看我还有个钻石王冠 不太懂 行那下一个就教大家一下这个怎么卖 比如说我要把这个狗卖掉 我点这个狗 点这个Koji 然后呢就右上角有个sell button 当然你先要把你的 账号给 注册好 就一开始进去会让你连MetaMask 另外MetaMask呢 他会让你去 更改你的图片 我点我的图片 他会让我上传图片的 然后我也可以更改名字 点这个settings 就可以 就可以更改你所有东西 你的名字 你的bio 你的email address 什么都可以 行 那我们现在来卖一下这个狗卖多少钱呢 这个6级 如果你要成心卖掉的话就价格放低一点 然后选个sell吧 当然你每次买卖的时候你要付一bguess 你可以设个0.45price 或者是highest bit一个auction minimum button 那些0.15个ETH吧 最高是一个ETH 你可以bundle 你也可以highest bit 你也可以set price 其实我觉得opensea确实是做得很不错的 确实做得不错 有三种玩法 第一种就是就是一口价对吧 第二种就是最高奖就是一个拍卖 第三个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起卖 也是可以的 然后auction呢有一个时间你可以选择是5天啊还是一周啊还是永远永远都不会结束啊 这都可以 我们就 有一个reserve price对啊如果你的reserve price不达到呢你就不会卖掉 那我放低一点吧到0.4我就把它卖掉 啊must be greater than one吗 if you receive no bit equal to or greater than your auction will end without selling the item opensea currency refraining from automatic matching auction listing from the job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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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also importing a mandatory reserve 对啊这个manitary reserve一个ETH有点夸张啊卖不掉的呀 那我就是还是set price吧 0.2个ETH吧 稍微高一点吧0.3个ETH 能卖就卖 卖不掉就算 这就是你卖对吧你点了sell之后呢你可以选择某种方式去卖 然后搞完就posting 这个时候呢你又要付一笔guess 对吧还算好这个guess不贵8块钱 付吧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看你的transaction 比较慢 因为我的guess放的比较低 当然你也不用去管他了你卖完就可以了 8分钟那就让他去吧不用去管他了 基本上就这样 当你第一次让你卖的时候呢 你要你approve好几次 成功了对吧 我卖0.3 不知道能不能卖掉我们放在那吧 这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当然你可以cancel对吧 你也可以把价格放低 这都是可以的 这就是你怎么用opensea 一般性opensea呢就会 显示你所有拥有的 拥有的那个叫什么 小宠物或者你的nft 我有这么多nft 有个人出价一个eth 不知道能不能卖掉 真的不知道 不清楚 反正有三天的时间也不急 好 基本上这个视频就做到这 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opensea 然后怎么样去 买卖东西的 当你买来之后呢 在opensea里面基本都看得到 然后当你出售的时候呢 有三种出售的方式 一种是 一口价 一种是 拍卖 但拍卖现在有点问题 对吧 至少要到一个eth 这个比较难 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 就是bundle 就是把所有的 绑定在一起一起卖 好这边有个referos 大家 大家要卖的话可以用我的推荐码 去refero 大家好像 都会获得2.5个percent的 sell fee 好像是这样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可以用一下我的refero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我把所有的信息都会贴在下面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那我们也是慢慢的进入到nft的世界 玩一下nft 从defi 从炒币 到defi 挖矿 从defi挖矿 到nft 我们一点点来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 Peace